我们各位同学请看到我们这学期的第三章 标题叫什么 排列组合与几率 所以老师为什么很烦恼会上不完 因为这个章节你看标题就知道 排列是一个单元 组合是一个单元 几率又是一个单元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章是有三个单元合在一起 那以前的话大概排列组合会排一张 几率又排一张 所以这一张就变得比较大一点 不过仔细看的话 这个几率它其实又有一半 把它留到二年级的时候 才会上那个第四侧有一个条件几率 所以说多也不是很多 但是就是卡在第四章又有三角元素要上 所以我们这学期可能会稍微赶一点 那我们的 可以看到我们第三章这边 也都31 32 33 33 49这些东西 那都 都变成会有一些新的名字要介绍 然后呢大概做第三章最多的事情 就是在做加法跟成法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在第三章里面你看不到什么X啊 Y啊这些未知数 所以如果对XY很敏感的同学 很感冒的同学 在这一章可以获得解放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XY 你只会看到有一堆数字 层层层层加加加加这样子 顶多偶尔会做一下How every 就是做那个一些乘法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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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数学它的单元有非常多种 比如说像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这学期的第一章是数列级数 第二章叫做一些统计的平均数 标准差 然后后来用Excel去做一些题目 到第三章又跟前面的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单元 然后第四章又跟前面三章都不一样 大家注意 所以我们这学期为什么老师很烦 说可能会上不完 因为它有四个部分都是没有什么瓜葛 所以以往也有同学大概第三章 他可能就会学得还不错 但他可能算方程式就不会算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每个人 手上的五根丑指头伸出来 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端 但是都有用 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三之一这边 上面这个故事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它只是说有两个锁 对不对 那这两个锁一般而言可能 反正都是很小的东西 那它上面就有一些数字 对不对 有转盘0到9 你去转到对的地方它就打开 那转到错它就打不开 这是一种情形 那在我们第三章这边 就可以去算算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的一个变化 那右边这个的话呢 它是说有八个按钮 对不对 0到8就把它几个把它按下去 那你可以设定好说你要按几个 你设定说我要按下五个 五个位置都对的时候 它才可以打开 所以乱按的人他按错 他就打不开 那这样子 他去做比较说这两个的差别 这两个差别 这就是牵涉到我们的排列的计算 排列计算 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名词 所以三之一一开始有点 很像在上国文课 会看到很多的名词 会看到很多的说明的部分 那大家就这个辛苦一点 这个就把它当作再看 再看一些名词的介绍 那所以老师这边还是一样 把重要的名词 我们还是会把它的英文都加在旁边 因为也许同学以后 你在上了大学之后 你可能不见得还是继续用中文 来上一些维基分或统计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些英文版的名词 那你就要认得 不要说不知道 来我们看到那个98页的下面这边的第一段 我们就先接到一个东西叫做 中文叫做逻辑 中文叫逻辑 说真的讲逻辑这两个字 以老师自己30年前当学生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字我也看不懂 对因为逻辑这个字跟几字这个字 两个字根本就分开的嘛 对不对 逻辑是巡逻的逻 那这个集呢是我们 比如说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 编定专辑的那个集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两个字是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中国的数学家 他们接受了西方传教士 当时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候 有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说 要信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 那顺便就带了一些他们当时的国外的一些数学的一些书 当然包含了天文学物理学都有 不是只有数学 那所以在数学这边他们就学了就教了一个叫做Logic这个东西 L-O-G-I-C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中国的数学家他们接触到了这个传教士们 他们所教过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Logic 那Logic是英文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就发明了两个中文来形容这个东西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两个字这么奇怪的原因是 它是用这个发音去把它类似翻译过来 那所以我们才比较去理解到说 本来我们中文是没有 中文这两个字是不会碰在一起 结果他硬把它为了翻译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就是我们Logic这个字 Logic这个字 那Logic这个字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大概一般而言 当这个名词设定出来之后 可能平常偶尔大家在讲话的时候 或者是看新闻或者是看一些戏剧里面 偶尔会看到他们就讲说 你这个人做事情怎么乱做 这么不合乎逻辑 就是在讲这个逻辑 那通常会这样讲的话 就变成说他这个事情是乱做 譬如说明明下雨天 他也不撑伞也不戴帽子 就走出去全身淋得很湿 然后呢回来感冒生病 这样这个做事情就不合乎正常的逻辑 因为如果 来 等会 因为如果说我们做事情合乎正常逻辑的话 当你看到外面下大雨 好像在讲大同学应该知道 昨天下午就下得非常的大 怎么办 赶快 那么下雨下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你居然都不撑伞也不戴帽子就出去 那当然会淋雨生病 所以我们依照正常的状况 当你看到下大雨很大的时候 你很可能第一件事情就不要出门了 你本来跟人家约了什么事情 对不起现在下大雨 已经外面淹水了 我们这个车子开不出去 取消约会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硬是要出去的话 那你就要把语句准备好 这样才会比较合乎逻辑 这样懂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逻辑我们一般 现在来讲就比较合乎程序 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不是乱做 所以逻辑这两个字 大家有时候 如果你们看到会觉得看不太懂 其实很正常 因为这两个字本来在中文来讲 这两个字就是分开各写各语 但是在数学这边 他把它拿过来当做一个名词 当做一个名词 他英文叫logic就对了 来那么我们看一下logic 在数学里面怎么样去定这个意思 他下面这段就在讲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叙述 或者是叫命题 来注意叙述这个单字叫statement的这个字 这个字叫statement 那命题叫proposition这个字 所以这两个名称上 不管你是叙述或者是命题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叙述或命题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就对了 所以叙述或命题 不管是statement或者是proposition 代表说你会看到一句话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因为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出门要拿闪 这样就是一句话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或者是说 这个因为天黑了 所以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 要把灯打开 这也是一句话 就正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句话里面 在数学这边把这个叫做什么 可以判断对 成立或者是错 不成立的一句话就对了 也就是说这句话你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去判断它 你讲的是对的 或者是错的 像老师刚刚讲的两个例子 因为下雨天我出门要拿闪 还蛮合理的 这是对的 因为现在天黑了 我们开车的时候 要把灯打开 也蛮合理的 可是今天如果说 这个因为下雨天 所以我的心情很忧伤 请问你这就要对还错 就不一定对还错 大家懂意思吗 因为下雨天 所以我的心情很差 可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我们一句话讲完之后 如果可以判断对错 我们数学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statement 或者是proposition 叫做叙述或命题 但如果说 刚刚老师讲那个例子 因为天这个下雨下很大 所以我非常的烦恼 不一定 有人他可能不烦恼 所以你讲的这句话 变成不见得是对或错的时候 我们数学就不叫做叙述或命题 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意思 所以大概来讲 大概老师的经验上就说 比较牵涉到主观认定的 什么样主观认定 像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 当你去看这个美术馆 我们去看一些展览 说这个什么法国 什么展 伟大的画家 他送了一批画来博物馆展览 有人进去看了半天 哇好高兴 非常happy的就出来了 他觉得很好看 但也有人进去看了半天 摇摇头睡着 说好无聊 就出来了 所以去博物馆看展览 到底是会很高兴 或者是很难过 或者是很无聊 这个就每个人因人而异 因为每根丑 是一个人主观的认定 我觉得这个画很美 我就觉得很美 你如果觉得他很丑 那就很丑 你不能逼我认同你 我也不能逼你认同我 这样大家懂意思 所以数学的一个 所谓的叙述和命题 它就是不会牵涉到 这些主观认定 它比较牵涉到客观的 一个数据上的分析 比如说老师 可是他如果这个人 他每个月只赚台币一万 哇那恐怕就会比较穷一点 就他的生活会过得很差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客观的数据 让我们去判断你这句话的合理性 可以判断合理性 它是对或错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叙述或命题 来那么刚刚老师举的例子 是比较生活上的例子 我们现在看课本这边的例子 说五大于二就是一个对的叙述 我想这个不要老师讲 五比二大这个国小就教过 对不对 所以五大于二这句话 就是一个对的一个statement 那五大于七 很抱歉一定是错的 因为五不会比七大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 简单的一个叙述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一些 或且也就是or跟end 我们去做一个连接 来产生新的叙述 大家看到第三行这边 例如五大于二 而且五是一个奇数 五大于二是一句话 对不对 五是一个奇数 也是一句话 那么五大于二是对的 五是一个奇数 也是对的 所以这两句话 都对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end连接起来之后 它的整体也是一句对的话 也是一句对的叙述 就对了 所以像这样子 五大于二 而且五是一个奇数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叙述 或者叫做个命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中文的名称上 你们可能就大概知道就好 大概可能要注意到它的那个英文的那个意思 因为以后你们在别的单 别的科目上面 可能也会看到这些单字 看到这些单字 好 那么如果有一个错误的 与对错相反的叙述 叫做否定叙述 negation的这个statement 那么例如 他举个例子来讲 什么叫做否定叙述 例如七式偶数 的否定叙述是什么 七式什么 奇数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因为七式偶数 这句话基本上它是错的 因为七式奇数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把它否定掉 就代表说 就把偶数变成奇数 所以把七式偶数这句话 去把它做否定 那么偶数的否定 就变成是奇数 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两种而已 没有别的 好 另外像一个例子 七大于六 它的否定就是 七小于等于六 这边老师来提醒一下 七大于六 当然 这句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它是对的 那么 它的否定叙述 注意哦 大于 老师把大于变否定 就变小于 那为什么多一个等于 不要忘记了 这个地方 就要把我们 强调过好多次的 那个三一律 把它拿过来 就是说三一律 有大于等于小于 三件事情 那么你现在七大于六 是大于一件事情而已 对不对 我把大于把它否定掉 那么 三件事情 只有否定大于 剩下什么 就剩下小于跟等于 所以把七大于六 这一句话 否定掉 变成是七小于 或者是什么 等于六 所以这两个都算是 它的否定叙述 所以就不像刚才的 偶数 因为偶数基数就很单纯 我们的整数里面 就是不是偶数 就是基数 这比较 这比较类似 那个二分法 可是在我们的 大于小于这边 还多一个什么 等于 所以当我们把 七大于六 这句话 把它否定掉的时候 你就要变成 不是只有 七小于六而已 还有加上 七等于六 那么把这两个 合在一起写 就叫做 七小于等于六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的98的下面 就等于是在写 把这个算是 数学的一些话 去把它 教大家认识一下 把它讲一讲 所以这个地方 有点 就当做 好像是在做 写一些数学的语句 就对了 就跟那个什么 未知数没有关系 所以第三章你放心 大概看不到未知数 所以你看到未知数 会烦恼的同学 可以暂时 不要那么烦恼 来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991 小于这边 这样这边就很简单 把它写一下 对不对 你的二小于三的 否定叙述 那看到大于小于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 三一律这三个字 也就是说 大于小于等于 三件事情 我现在是要把 小于否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写 它的结论叫做什么 叫做 二会大于等于三 所以我这边 把它简单写一下 所以这个第一小题 的结果就是 二会大于 还有等于什么 三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把小于否定掉 三件事情 否定掉一件 剩下两件 那这两件 跟这个小于 就是一个否定叙述 一个否定叙述 那所以今天如果反过来 今天如果说 我们把二大于等于三 否定 那变成什么 你把两个否定 就剩下一个 就变二小于三 就这样子 所以在做三一律的 这个讨论的时候 大家就注意到这边 来那么第二句话 比较长一点 第二句话比较长一点 注意哦 他说 根号二是无理数 而且根号四是有理数 的否定叙述 所以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本身 这句话 它是两句 它是那个 有两句话所构成的 根号二是无理数 还有什么 根号四是有理数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 去否定的时候 你就要把两个东西 都否定 所以很简单 就这样讲 根号二是无理数的否定 无理数的否定 当然就是有理数 因为无理数 就是那个什么 小数点后面 没完没了的 不循环的 无限小数那种东西 所以你就把它变成是 有理数 它可能小数点 某几位就停 这样子 所以把第二小题这边 根号二是无理数的否定 就直接把五改成有 叫做根号二是有理数 同理我们根号四是有理数 这句话也要把它否定掉 就把它变成说 根号四是什么 无理数 那这两个都否定完之后 还有一个关键字 请注意老师把它画起来 就是这个 等一下 就是这个且这个字 注意到我们且这个字 也要把它跟着去否定掉 那且这个字 我们英文叫做end 对不对 那么且的否定 大家记得就是我们的 会变成是或 变成or这个字 所以我们把它完整的讲一下 就是说第二小题的这句话 根号二是无理数 而且根号四是有理数的否定叙述 我们前后这两句话都要否定 就是把五改成有 后面呢 根号四是有理数改成 根号四是无理数 还有就是老师 还有就是老师圈起来的这个地方 而且的这个且 要把它改成叫做or 也就是或 中文叫做或这个字 我们先把它完整的看一下 这配合是什么 根号二是有理数 或者根号四是无理数 所以这个地方请注意 这个与这句话的一个否定 不但要把本身这两句话都否定 而且这个且它其实是一个连接词的作用 对不对 本来这个且它是变成前后这两句话都要同时成立 那么它的否定就变成或的概念是什么 前面发生也可以 要不然就是后面发生也可以 或者一起发生都没关系 所以或这个字它就变成会比且还要有弹性 还要比弹性这样子 所以这地方来老师把那个画面推一下 我们大概看到 把它关起来 右边这边 所以这个结论 根号二是有理数 或根号四是无理数 所以要记得当我们有两句话去做否定的时候 你本身这个连接词的部分也要跟着去做否定 那连接词的部分且跟或两个就是刚好相反 且的否定就是或 或的否定就是且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我们看到下面还有一个名称 还有名称叫做 从叙数P可以推导到叙数Q来 注意有没有看到 这个推导就是imply这个字 imply这个字我们在二之二在讲相关系数那时候看过 相关系数不可以imply到什么因果关系 就是用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叫推导 推导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推理 或者这个导就是那种 会去把它譬如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或去按照步骤写起来的那个 那个动作叫做推导就对 所以我们这边讲说如果从某一个叙数P 可以得到叙数Q 推导的过程 若什么则什么 所以这句话看到后面这边我们会写成若P则Q 像老师刚刚一开始就举的例子 若天下雨则我出门带伞 这样就是一句叙数就对了 比如说若这个我考试90分 则妈妈请我去吃披萨也可以 日常生活中看你要把这两个怎么样去设定 那么你设定完之后 你的设定的结果可能是有道理的 可能是合理的 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讲例子来讲 刚刚讲的说 若天下雨 则我就直接走出去 也不带伞 那就不合理 因为这样就会淋雨会生病 或者说若我数学考30分 则妈妈请我吃披萨 好像也很奇怪 跟日常的生活中的那种感觉不太对 不过也许这个同学搞不好 之前考0分也不一定 他这次考30岁 那么我很高兴请他吃披萨 这个我们就先不管 但是就说就正常而言 你如果去跟大家在聊天 说我告诉你 这次我这个数学小考30分 妈妈竟然没有骂我 她还请我吃披萨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或者会问说 你到底以前成绩有多差 或者是搞不好 你妈妈是不是脖温脑 听错你的成绩也不一定 所以从批这个叙述 到Q这个叙述 我们去讲过来 若怎么样 则怎么样 这个样的一个顺序关系 就是一个叙述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的符号请注意 P和Q这样子去讨论 若则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写成像这个等号 不过要加上一个箭头 所以它不完全是等于而已 因为数学的等号 它这个等于它就是 就是等于左边跟右边 要完全相等 可是现在它重点是在于 有一个推导过程 推导过程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像譬如说 第一步怎么样 所以第二步怎么样 所以第三步怎么样 所以会加上一个箭头的符号 代表说 它会有一点点类似 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这种感觉 那当然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不一定一定是合理的 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它只是做事情的顺序 我先怎么样 后来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这样产生的事情 对或错 我们要去做判断 来做判断 来那么 这里的名词也这样 所以我们一开始 很多名词 大家就认识一下 来 所以如果符合 若则关系 这个若P则Q 我们写成符号是 P 这个双线的箭头到Q 这样的一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 P和Q的关系 把它取个名字 P叫做Q的什么 充分条件 来注意 充分条件叫做 Sufficient Condition 这个字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 叫做充分 那反过来注意 P是Q的充分 对不对 如果相反过来讲 Q就是P的什么 必要条件 叫做Necessary的 这个Condition 所以 我相信同学 一定会认为说 有点在玩文字游戏的感觉 好像在玩文字游戏 什么什么充分 什么必要 但是他反正只是 这句话讲完了之后 我们去看看 他们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我们回来讲 刚刚那个例子 若天下大雨 则我出门撑伞 这个P如果是 像昨天下午这样子 下雨下很大 Q就是什么 出门要带伞 这件事情 所以 若天下大雨 则出门要带伞 所以我们看回来这边 所以 下大雨就是 带雨伞的什么 充分条件 这样大家懂得什么 下大雨就是 带雨伞的充分条件 所以反过来 带雨伞是 下大雨的什么 对不起 刚刚第一个讲错 下大雨是 要带雨伞的一个什么 充分条件 那么 所以带雨伞就变成是 天气下大雨的什么 必要条件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名称上 把那个顺序改变过来之后 去讲的一句话 那么 老师建议同学 你可能大概看懂 了解就好 这个充分 什么必要 就是一个顺序的不同 所以一般而言会建议 你可能只要记一个就好 你不要两个都记 两个都记 一定会搞混 谁跟谁是怎么样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记一个 P是Q的充分 我就记这个就好 所以当我从P讲到Q的时候 P是Q的充分 那另外一个没有记的 相反的 就是叫做必要条件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而言 大概我们在记公式 或者在记什么一些 一些叙述什么的 如果你会刚好是相反的状况的时候 建议同学就记一个就好 另外一个就是把他反过来 就不要同时记两个 到时候你很可能会 会 在这个 会搞混 很正常 所以没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名称上 就说 有这样的一个 在逻辑上面的一个叙述是这么讲 那么来我们看数学的例子怎么举 所以刚刚老师讲说 天气下大雨 大雨散 这个是一般生活上的一个叙述 对不对 现在看到我们数学这边怎么讲 例如 x等于2 我们可以 箭头推到什么 x平方等于4 这个应该看懂吧 对不对 x等于2 就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好 那我箭头过来 我去做一个平方的运算 我把左边右边同时平方 x变x平方 2的平方变4 所以因为x等于2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 x平方等于4 这就要 蛮合理的 对 x等于2 x平方等于4 所以这两句话彼此的关系 看到这边的说明 左边这个p x等于2 它就是x平方等于4的充分条件 反过来 x平方等于4 就会是x等于2的必要条件 所以 我相信同学会觉得很无聊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段很无聊 但它就是一个名称 让我们知道就好 所以老师为什么建议同学说 你只要记一个就好 比如说我就记充分 然后反过来的之交 对要这样子 不过一般而言 大概 如果在台湾的考试的话 像这个充分必要 一般会把它摆在那个多选题 多选题 它会列出ABCD 有5句话 让大家去选 这几句话 合理的选出来 或者是不合理的选出来 这样子 它没有什么计算 没有什么计算 来 重要的是下面的这一个 如果P和 对不起 如果叙述P可以推导到叙述Q 而且 注意哦 而且Q也可以推导到叙述P 则两者互为什么 充要条件 什么呢 充分且必要条件 来这句话 说明一下 我们上面的这个条件是 从P讲到Q 对不对 P到Q 是单方向的 可是他现在是说 如果 我从叙述Q 也可以推导到叙述P 那么 是不是 好像我们走路 可以从左边走到右边 你也可以从右边 又走回来 左边这种感觉 双向都通 对不对 所以看清楚 它下面这个条件 这个符号上面 等号本来只有往右边的箭头 现在就多一个往左边的箭头 叫做双向 它都是通的 所以 变成说 P是Q的充分 那Q也可以是P的充分 反过来 Q是P的必要 那个 P也可以是Q的必要 所以 又是充分 又是必要 我们会在中文 那名称上 把它叫做 缩写成 充要条件 因为它叫做 充分 而且必要的条件 我们就把它 缩写成 充要条件 好像 所以其实很多 中文的名字 也是喜欢玩缩写 这个很正常 好像我们 相信在印尼同学 大家你们传讯息 也是那个 很多字都把母音 都说不见了 对不对 就只剩下一些 那个子音 这样子 这个很正常 大家都不喜欢 不喜欢打字 不喜欢写字 这个是人的偏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要 把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浓缩成 叫做充要条件 重点 老师 希望你们要记起来 这个数学符号 是把这个 本来是单方向的一个箭头 就变成是双方向 也就是说 你从左边走到右边通 右边走到左边也通 来我们看到 它下面这个例子 以数学例子来举的话 例如 X等于2 或X等于负2 双箭头 X平方等于4 来我们看一下 检查一下 为什么会双箭头会成立 很简单 我们现在先从 左边到右边 左边X等于2 再进来 得到X平方等于4 合理吗 对不对 确实X等于2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 X平方 答案是4 可以 来再来第二个 X等于负2呢 X等于负2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 X平方 确实负2平方 也是正式 所以从左边走到右边 合理 没有问题 好 再看从右边走到左边 当你从右边走到左边之后 是不是就是得到 回到我们国中的 一元二次方程式 X平方等于4 那么当然 我们就去做什么事情 就去做开根号 对不对 两边取根号 对不对 X平方开根号变X 那4去开根号的话 它的平方根 就会有正负2 因为2的平方是4 负2平方也是4 所以去解这个X平方等于4的 这个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说会有两个根 一个根叫做正2 一个根叫做负2 那这两个根都是答案 所以会用或这个字来连接 所以我们从右边检查 回来左边的时候 用方程式的方式检查回来 说也对啊 我们这条路 从右边走到左边也通 从左边走到右边呢 是去检查 平方之后是4没有错 所以这个两句话来讲 不管是A等于正负2 或者是A等于正4 这两句话 我们左右都讲得通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两者不为充要条件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大家了解 所以数学来讲 大概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你以后碰到一些什么公式 什么定理 可能就要去注意到 这个方向性的箭头 如果你看到的那个公式 它是用双箭头的 那恭喜你 就可以随便的用 左边用过去 右边用过来都可以 反正它都通 有双箭头的都通就对 但是如果说有某一个公式 它很可能只有给单箭头 我只可以从左边先讲 再来到右边 我一定要先做第一步 才有第二步 那种公式你就不能乱用 因为你不能不小心说 我只给你 左边到右边 结果你如果从右边返回来 明明没有给你去乱写 这样就不行 所以大概来讲 我们的双箭头的公式 是大家最喜欢的 你任意的用 狂用都不会用错 反正它双边都通 老师再举个例子 国中讲过那个例子 就是像我们直角三角形的 那个边长关系 对不对 你可以怎么讲 P是什么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有三个边长的关系 A方加B方等于C方 这个条件 所以Q是什么 这个ABC可以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就要是对的 当我符合A方加B方等于C方 我就可以推到说 你这个三个边长 我们画成三角形的时候 它一定会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来反过来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从右边反过来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有个三角形 画出来是直角三角形 那么我们去把它的边长 算一算A边长多少 拿尺去量一量 你的这三个边长 一定会满足A方加B方等于C方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国中所讲的 那个B式定理也好 三高定理也好 那个是一个名称 不管 它也符合我们的冲药条件 的这个例子 你从边长的公式 推过来直角三角形 或者是从直角三角形 推过来变成是 它的那个平方关系 双边都讲得通的 所以这种定理就很重要 这种公式就很重要 我相信应该大家还记得 不要跟我说忘记的这种公式 因为那很有用 那当然我们后续 现在这是第二册 后续到那个下节期 第三册第四册 还会讲到很多这种 冲药条件的公式 所以慢慢来 这个不要紧张 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下面的小念识 这边就练习写一写就好了 它说如果N45的倍数 那么个位数是多少 你们觉得这个个位数多少 国中有没有教过5的倍数的时候 个位数怎么判断 0和5 对了是剩5分钟 OKOK好 所以我们侯恩很幽默 他答案0和5 然后就说剩5分钟 还有这两件事情 一下子有点错乱 来那个我们感谢侯恩的回答 他说 小念识的第一个 就回答0或5就可以了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 来注意哦 这个问题是什么 N是正整数 对不对 N是正整数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你看到某一个数字 是正整数就对 正整数也是自然数 不要忘了 就是123除6七 那些数字就对了 好你现在左边在讲什么 这个N它如果是5的倍数 你去看到说 这个数字是5的倍数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 看看它的个位数是多少 也就是说不管你看到的这个整数 也许它是很大很大 也许是什么100多万啊 300多万都没有关系 可能有好几位 对不对 7位数 8位数 9位数 不管你有几位数 但是我要去检查 你是不是5的倍数的时候 我只要看你的最后的那个个位数 最后的个位数 如果你的个位数是0的 没有问题 5的话呢 代表说可以被5所整除 其他的我们阿拉伯数是只能有10个 对不对 所以另外的8个 譬如说 个位数指数是1 2 3 4 要不然就是什么 6 7 8 9 如果是这8个的 对不起 它就不是5的倍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确实就回答 这里的填空 你就直接写0或5就好了 也就是说 当我去看到一个5的倍数 我要去检查它的个位数 是不是0也对 5也对 两个都算对 所以叫做0或5 不要0m的5 你不能 因为如果0m的5就变成是 你要同时看到0跟5 这样会很奇怪 可是我们个位数字只有一个数字 所以这边写的时候 大家注意哦 来我们看到旁边的结论 一定要写或这个字 所以老师要强调是或这个字 你不要写0且5 0且5变成你要写两个 你要写0或5 因为我们个位数字只有一个数字而已 不要忘记 来那么 看到第二句话这边 判断两叙述 n是偶数 与n的个位数字是0的 充分必要关系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n是偶数 这是一句话 对不对 那偶数包含什么 包含的2468这些东西 包含2468这些东西 那当然 n的个位数字是0 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我有某一个数字 它的个位数字都是0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看 偶数会比较多 还是个位数字是0比较多 对不对 因为偶数的话 你个位数字是0也算偶数 2也是偶数 4也是偶数 8也是偶数 2是6 0 2 4 6 8都算是偶数 所以 n是偶数这句话 它的涵盖的那个层面是比较多的 可是你如果 n的个位数字是0 它就只是0而已 就是可能是什么圈圈0 可能是XX0 可能是ABCD0 可能是BBBB0 对不对 它的个位数只有0 它就不会有2 4 6 8 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去判断 这两句话的关系的时候 n是偶数 它的涵盖层面是比较多的 那么0的话呢 它就只有局限在只有0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讨论 来 所以n的个位数字是0 n是偶数的一个 从本了解 这就要怎么讲 当我们看到个位数字是0的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知道它是偶数 从0推到偶数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个位数字是0 它的这种n一定比较少 那偶数的n的话 偶数的n它就是除了0之外 还有什么2468这些东西 所以你从少的讲到多的 OK 这句话是合理的 那这样子的成立的情况之下 0的这件事情 就会是偶数的充分条件 好 那这个有了之后 反过来就变成必要 也就是说 偶数它就会是0的什么 必要条件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家当然懂意思 所以第二句话判断的原则 你就记得说 偶数它一定是比较 这个涵盖面比较大 或者说它的那个 那个主 它的那个什么 成分会比较多一点 0的话就是0而已 它没有2468这些东西 所以你从少的讲到多的是合理的 但是你不能说 比如说老师讲一句错的 凡是偶数 它的个位数一定是0 这句话就不一定对了 对不对 因为偶数它 各位数字也许是2啊 4啊 6啊 8 对不对 所以你从 这样子去判断 我们这个叙述的一个差别 从0讲到偶数成立 可是从偶数讲到0 就不一定成立 不一定成立 那所以在成立的状况之下 从0讲到偶数 这句话成立的状况之下 我们说0叫做 偶数的充分条件 反过来就必要 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一个就好 另外一个就相反过来 来那个我们好像时间到了 来我们吉尔的定义 我们就下一 明天再上 明天再线上上 OK 来 外套 外套 大家开镜头 快点 马赛克走 马赛克怎么样 来赶快 我来打中